说到爱情 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有着 爱到海枯石烂 天荒地老的美好憧憬 然而经过柴米油烟的洗礼 岁月苍苍的蹉跎之后 你会发现 憧憬是美好的 现实是残酷的 更多时候 我们只能手来 石未烂 人已老 天未老 情一世的结局 最近 台湾媒体在此方大招 爆出一桩似是而非的小道消息 那就是 林青霞与老公 行李员正式离婚 虽说是小道消息 但是从媒体的口径爆出来 总得追根究底 寻根说缘 所以用台湾媒体 耸人听闻的故事性口吻来说就是 在影视圈一场私人聚会当中 一众大咖不知怎的聊啊聊 就聊到了林青霞 原以为一说到林青霞 大家都会赞叹她的芳华绝代 回味她的东方不败 想不到 席中某位A咖女明星 却不只是有意还是无意 突然神秘兮兮的脱口而出 她早就离婚了 还拿了20亿港元上演费呢 再一听这条爆料 也许很多人都会惊掉了下巴 但是这条消息对于混迹娱乐圈多年的我来说 确实尽怪不鲜 皆因林青霞和行李员婚病的消息 早就在2016年的时候通过香港媒体的口径传出过一回 虽然当时并没有具体到20亿上养费这个数字 但是两次婚病传闻都涉及到一个颇有 知音体味大的原因 原来林青霞和行李员结婚以后 连生了两个女儿 行爱玲和行言爱 后就别无所出 而行李员自己和前妻张天爱 本身也有一位女儿 行家欠 也就是说行家有3000斤 却唯独没有能够继承大同的儿子 所以身价值达300亿台币 名列全球500名 富豪之一的行李员 就出于生儿子的目的 包养了一位上海妹子 而上海妹子也很争气 一下子就帮行李员生下了子固定 这样一来 性格刚烈的林青霞自然是恼羞成怒 她干脆就化身 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的东方不败 拍案而起 挥挥见战情思 不惜在63岁高龄结束24年的婚姻 实行潇潇洒洒的走 不问以后 也许从赤俗眼观来看 生不出儿子的确是 豪门婚姻的最大杀手 谁叫富豪门都有皇位要继承呢 但是我始终觉得 行李员娶林青霞的初衷 从来都不是为了生儿育女 继承大同 而是出于真正的爱 所以找小三生儿子 肯定不是两人婚姻破裂的源头和导火索 仅仅是压垮落头的最后一根稻草罢了 那么到底两人的感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出现问题的呢 我们可以在近几年 两夫妻的同框频率当中看到一点蛛丝马迹 没错 虽然说爱情很多时候都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但是娱乐圈中的明星夫妻是否相爱 总会有意无意的向外界传递出一种 竹外桃花三两枝 春江水暖牙仙枝的 唯妙欣喜 那么一对默契十足恩爱甜蜜的老年夫妻应该是什么模样呢 大家可以直径转左看一看朱玲玲与罗康瑞 虽然两人都是二婚 但是却能够十年如一日结伴同行 情意绵绵 除却朱玲玲这对上流社会抗力以外 娱乐圈中还有一个恩爱好例子 那就是白娘子赵雅芝和老公黄景深 每一次赵雅芝出秀 黄景深就像经纪人助手那样 贴身合乎 耐心陪同 这种功不离婆 称不离驼的状态 已经不是陪伴 而是合而为一了 相比起以上这两对爱情变亲情 亲情变一体的典范 圈中也有轰烈 过后此情不再凑合着过的老年夫妻档 说的正是叶庆文和林子祥 熟悉娱乐圈的人都知道 当年身为学生的叶庆文 是打着志趣相投 情投意合的旗号 将自己的恩师林子祥 应是身从原配夫人手上抢过来的 想不到若干年后 这对看似精神高度契合的乐坛碧人 却传出多次婚姻亮红灯 虽然最后他们始终没有离成婚 但是却不再同框 貌合胜利 所以在娱乐圈 明星夫妻同框频率 几乎已经成了他们的爱情信号 而回到林青霞和行李员这段婚姻上 我发现这对夫妻近几年的同框频率 是每况愈下 越来越少 在两人刚结婚的时候 的确爱得很高调 很浓烈 很吃产 行李员也很庆幸 自己拥有极深修来的福气 取得林青霞这位芳华绝代的大美人 她对林青霞的感情是充满着崇拜 痴迷和倾慕 这一切都能从她为一对女儿起的名字中可以读出 大女行爱林 就是行李员爱林青霞的最直接表白 小女儿行恋爱 也充满着仍然爱着你的浓情蜜意 原本在一对女儿小时候 林青霞行李员和行先生与前妻的女儿 一家五口还是其乐融融 为了照顾家庭而吸引的林青霞 也隔三差五 就发一些幸福家庭照给媒体当通告 然而就在2012年的时候 房间就开始浮现出一些林青霞婚姻亮红灯的传闻 当时为了打破谣言 行先生干脆就大笔一挥 在2014年送了林青霞一座价值上亿的豪宅 当作她60岁大寿和结婚20周年纪念 当时香港媒体曾经争先恐后的大肆报道 这座豪宅的内部 它的面积惊人 相当于20套100方的小商房 顶层还配备小公园和网球场 看比古代皇帝住的行宫 行先生这个宠妻壮举 一出立刻就令到所有谣言消声匿迹 现在看回头 也许当时两人之间的确出现了感情裂痕 而行先生的确开始存有疑心 所以他出于愧疚之心 也为了安抚老婆 特意用行宫来父亲请罪 然而父亲请罪纵然取得了一时的原谅 也拔不走心中的那根刺 所以打造行宫的新闻 几乎是林青霞与行李员最后一次 求恩爱 在此之后 媒体再也拍不到夫妻同狂的照片了 取而代之的是 像女人立嫁那样定时出现的婚禀风声 那为什么一对曾经恩爱无比的夫妻 会一步一步走到感情垮掉那一天的呢 这一切也许还得归结于 自带土豪设定的行李员 始终都无法走进 文艺女青年林青霞的精神世界 相信熟悉林青霞的看官都知道 她本人就是琼瑶小说里面走出来的女主角 就算年过六十 身上内骨孤芳自赏的高冷气质 始终没有减退半分 这种不带一丁点烟火气的女人 在荧幕上是高高在上 完美无暇的 来到爱情生活中 却有点话题为牢 所以对于林青霞来说 自己的灵魂伴侣 始终都是年轻时爱的最轰烈的情汉 至于行先生却永远只是一根救命稻草 虽然林青霞表面上不说 但他打从心里对行先生的土豪做牌不太待见 所以无论行先生如何宠他爱他 呵护他他都将自己的心房逼得紧紧的 那紧逼心房以后的林青霞 最爱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家中埋头创作写出了一本 看似为负心慈强说仇的散文集 《窗里窗外》 我还记得在宣传《窗里窗外》 那段时间林青霞曾经自保 我很爱看书和思考 有时候还在苦思冥想的状态当中 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 甚至由于忧思过度出现轻微的抑郁症状 大家都知道 一位身处多愁善感跟年轻的女人 最好的倾诉对象就是自己的伴侣 然而正如我们前文所言 也许林青霞潜意识就觉得 劳工只是一介土豪 不懂文艺女青年的心思 所以她干脆就把注意力转移到约闺蜜 买买买上面 所以我们近几年在香港街头 野生不惑林青霞不是在买买买 就是在买买买的路上 然而物质对一个人的心灵治愈 毕竟是有限度的 当你物质匮乏的时候 当然可以从购物当中 获得前所未有的满足和快感 但是当你家财万贯要封得封的时候 购物的治愈效力就会直线下降 所以林青霞越是沉迷于买买买 就越是透露出她近几年表面风光 内心空虚 而这一切的空虚的根源就是夫妻关系渐行渐远 反观行李员这边 她毕竟是家常万贯的大富豪 身边永远都围绕着各种阴阴艳艳 红红绿绿 既然与老婆的关系转弹 那么也顺理成章的 坠入小蝴蝶小蜘蛛的怀抱 所以说男人有钱就变坏 这句话看似很俗 却是一个很久不变的道理 皆因没有一个男人敢快下海口 发誓能够战胜欲望这个恶魔 也没有一个女人敢自信道 抱着老公没有出轨的一天 其中的区别只在于 有些女人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丫人玩一身 而有些女人就像林青霞那样 感情世界揉不尽一颗沙子的烈女子 宁愿孤生一人 孤独终老 也不愿意死守一段 名存实亡 惊献背叛的爱情 执子执手 与子偕老 这句话说起来简单 真正做起来 却需要两个不一样的灵魂 一起经历 互相打磨 涅槃重生 再到合而为一的兼聚过程 所以说爱情不仅仅需要保心 更需要修炼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